我现在在西荒寺博物馆 这个院子啊 二伟多年 觅不识人 18年才正式对待开放 而且只有周末能来参观 特别难约 今儿个我们就请 西荒寺博物馆的副馆长 李家才人 给我们讲讲里头 到底都有什么好东西 走着 你好 欢迎你 感谢您这大冷天了 还出来给我们讲解 应该的应该的 就帮我们讲讲 那个清静化成塔 还有咱们这院子 好的 真正历史上的黄寺呢 它的建筑面积非常大 分别是东黄寺 西黄寺 我们清静化成塔院 和旁边的这个资府院 我们这个院子呢 写的是西黄寺 但实际上我们是 西黄寺西侧的 清静化成塔院 之所以叫清静化成塔院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院子里 有一座清静化成塔 清静化成塔的这个修建呢 源于六十班禅 为乾隆祝寿 之后呢 源祭在西黄寺 乾隆呢 专门下旨 拨内躺 来修建这座清静化成塔 用于纪念六十班禅 它呢 是我国佛塔建筑中的 一个杰作 同时呢 也是我们整个西黄寺的 最核心的一个建筑 它也是联系清代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 一个重要的纽带 所以无论它的政治意义 它的宗教价值 它的艺术价值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个牌坊 您看它是 石牌坊这种形质 是汉式的建筑无疑嘛 但是它用这种 碳白玉大理石雕的 就类似于木科建筑的 这种形质 它是非常精美的 然后两边是藏传佛教的 吉祥八宝 凤和龙之间 那个是印度梵文的六字真言 我满得白白红 而且这上面的 所有这些匾额 这全部都是 乾隆玉笔 清提的 所以这一个石牌坊里面 就融合了 对汉文化的元素 藏文化的元素 以及印度文化的元素 老北京俗称 我们这个塔叫什么呢 叫班禅塔 因为它是纪念六十班禅的 我们塔的学名呢 叫清静化成塔 这个塔的主要的主题呢 包含了八大菩萨 佛本生传 以及三十五忏悔佛 从第一圈开始 第一幅 从释迦牟尼投胎 一直到他元祭 讲释迦摩尼的一生 这个叫佛本生传 一共是八父 也叫成道八土 体现他涅槃的一个场景 这个里面就体现到了 藏传佛教 或者说佛教的 中国化的过程 他用了棺材的形成 在佛陀在世时期 是没有棺材一说的 他元祭了之后 有八个国家 分了他的舍利 叫八国分舍利 他在元祭之前 他问过他的弟子恩 说我该元祭 还是该继续住室 然后他的弟子 就没有回答他 那他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机缘如此吧 于是就元祭了 往上您可以看到 有八尊佛 四面三十二 加正宗这三尊 这个叫三十五忏悔佛 在佛教的教义中认为 如果你念诵了 三十五忏悔佛的名号 你一生中所造的恶业 就可以被清净掉 围绕主尊三尊一圈 包括文书观音 在内的八大菩萨 这个塔里边呢 最核心的是在那个顶上 那个里面放了 六十八成戴过的帽子 穿过的靴子 它的袈裟 它的佛珠 还有它的碗 它的衣冠塔 六十八成的法体 在这放了一百天 之后运回了西藏扎什伦布寺 拖塔的这个历史 这是这个清净化成塔 设计最精妙的一个地方 没有这个历史的话 每一幅主题之间 是个直角 不美观 同时你看这个历史 它做的是托举状 所以它就把上下左右 全部给区分开 清净化成的含义是什么呢 在据舍论里面讲 就是远离一切烦恼够 为之为清净 化成是什么意思呢 是释迦摩尼觉得 众生肉体繁胎 成佛的路太遥远了 所以用神通 化现一座城池 让人们休息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是你来到这个塔这儿呢 从宗教的角度上说 是你可以远离一切烦恼 同时可以休息 然后继续你先进入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